在真人秀节目播到红红红火的时期 国内首部国防教育的明星真人秀真正男子汉 却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 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即使播出期间都有不少争议性的话题 但节目收视反而是节节高升 然而身为新兵加入的人气偶像欧豪 更成为节目中热点讨论的对象之一 适逢在党的生日这个日益非凡的日子里 精壮汉子欧豪更是带领着一众媒体粉丝 一起体验广东海景的部队生活 红红当天烈日当空 但欧豪却没有被炎热的天气影响到心情 一心一意的与大家一同体验分享 谈及到自己首次参加节目录制的感受 欧豪则表示他没有把男子汉当成一个综艺节目 进步的生活一直都是自己最想做的事 Yes 娱乐新闻中心广州报道